战虎小客源 战虎小客源 来 说话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吗 听着听着说 就是我想跟你说一声大客人 后续能不能不要老侮辱我们抬杆的 我一天二百一 我管住 我管住我有点做饭 我一天二百一 你别拿我跟那驴马烂的比行吗 抬杆一天这么贵吗 感谢您有问跑车 我一天二百一啊 一天二百一 而且我是临时工 在天津 那现在我拿什么侮辱他们 烧锅炉的 不是 你侮辱我们 他们一个月这两千八的 你说跟我们人家说先是抬杆的 我行 抬杆挺讽刺的 那我说他们啥 那后续再找个低点的 我们一天二百一呢 他们跟我们比 一个月挣二百八 两千八百块钱跟我们比啥呀 那我说说啥 烧锅炉还咱们呢 说啥呀 烧锅炉 不知道烧锅炉多少钱 反正 反正抬杆都不乐意了 我们不乐意跟他们比啊 我们不乐意啊 我们不乐意啊 好了好了 不关心 不关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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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抱歉 抱歉 挑理了他 好好好 以后不说抬杆的说啥呀 他挑理了呢 我这名 我不是我骂人啊 我得念连线观众名 来 二B 大头鹰 你好 你咋想起这名呢 我的名字等一下再解释 你说 我是现在说 我是的话 你不要生气啊 我不生气 那你直接从当时开始吧 从讲的那个视频 你的录屏我一直看 关注我才关注 今天第一次连线你啊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抖壁去连线一个人 你我 就是说我一个小学 你等会儿 大哥你隔着他妈免费线上来的 你能不能你怎么 你还要造谣一首你的消费记录吗 不 我从来没有连线别人 感谢猫都哭哭的提督啊 那个我跟你说 我虽然不喜欢你的风格 但是我对你的那个 讲的道理还是 那你能不能直接说 但是从当时开始 感谢二同的录珠大叔 就是说他们 我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啊 我都知道七房跟县房的区别 我知道我为什么做他们这些 不不你这个是属于学历藐视了啊 刚才那哥们是属于胎本 他是脚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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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完脚完就没上过学 他是属于就是只做个胎教 出了以后没上过学 这叫七房嘛就是说 说的不好听 你们就是有风险的 行行行行 然后呢 然后就是说 我对他们的脑子进的水了 是不是 老是正在跟你搞这个问题 你别老瞎说那话 你先来下去 你说那话你不人身攻击吗 那谁想啊 谁不想念大学 你说那话说的 那这边捡完脚带妈就丢了 从小百家饭长大的 现实长大了 混了三千两千的钱多 多难呢 跟那炒个股 一天还赔65 电费没挣出来 医院网费没挣出来 上了以后哭鸡尿嚎的 跟那宣泄一会儿 你怎么这点理解都理解不了吗 啊 没点包容了吗 你还说两句咋的了 小时候年轻不懂事 拿钢笔水胳膊上刺了个忍子 出去老装社会 让人腿 现实鼓鼓头大舌了 走道我不能走 现实一口好肉没吃过 瘦的跟那个传奇里面排骨 排骨的 跟那个老骷髅兵似的 哒哒嗦嗦的 我说不好听 但凡那个今天风稍稍微大一点 四级风都能给挂的 挖无无飘 打车钱都省了 免脑一整 整成什么 整成那个什么了 那个叫什么了 什么那个滑翔了 整整成那个羽翼了 整成羽翼滑翔了 车都没打 站马路是吃了回哑的 现实多难 过点日子 你还逛逛吃的 还干的 刚才都不乐意了 不给人一口生路吗 过不过分 暴昧的东西